其實六四已經是一種很香港很本在地的東西 因為大家要記得看歷史的話 香港第一次百萬人遊行 就是1989年5月21日 而這個本身也是催生了之後 眾多的民主運動 和當然民主黨派 而我也特別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呢 在1989年5月20日文匯報 不是有一篇痛心疾首開天窗的一個社評嗎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有納過有印象 這個其實就是直接回應李鵬宣布戒嚴的 所以文匯報才開天窗才痛心疾首 這個是大家都記得的 但是之後那天發生什麼事大家就不記得了 就是5月21日其實文匯報都有一篇社評 而這一篇社評呢 我們做了一個去影人的 如果大家看到的 這一篇 《通心疾首》大家見過 其實之後那天是什麼呢 就是回應百萬人愛國遊行 文匯報一篇左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一向以來香港人都是因為意識形態分歧 形成隔核 但是5月21日不同信仰不同階層 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的香港人為了一個共同目標 肩負攜手走在一起 這個就說明我們絕對可以求同傳義 團結共建新香港 一向以來 有人會以為香港人只是懂得舞照跳馬照跑 只是懂得賺錢 但是5月21日百萬大遊行 證明我們是關心政治 而特別的是長期不涉政治的馬場 如果大家有印象 長期不涉政治的香港馬場 亦都開放出來被香港人聚集起來 在這裡亦都加了筆 當日哪個聯絡馬會開馬場的呢 是警方 我想說這些 我一會兒都會拉過來和今天 去做一個比較 再和大家做一個深入的討論 特別文匯報說的 他說 左派機構 左派社團 這些就是在六七之後 小勝立即將自己躲在一個角位那裡 和社會主流脫節的人 都有成員 形象鮮明地參與遊行 和香港人一起共呼吸 共命運 我想帶出的是 拿回這段歷史出來說的 就是這個百萬大遊行本身 賦予了香港有一個什麼意義呢 是在歷史和政治行為上面 大家形成一個難得的大團結 而你想想 經歷了三十年 就算去到雨傘 在座大部分的你 可能都會覺得 是一個很能夠團結香港人的行為 但是都未能夠做到一個大團結 但是六四做得到 這個本身 也都已經成為香港人歷史的一部分 這個第一樣 我想和大家拿出來分享的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就和我本行的小關係 就是法律 但是其實都和你有息息相關的 是什麼呢 就是基本法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部基本法 是90年4月4日頒布的最後一稿 而之前的稿 第二稿是什麼時候呢 是1989年2月 即是六四之前 胡耀邦逝世之前 即是說那時候 相對政治氣氛是緩和的 是比較氣氛良好的時候 當時基本法有兩樣東西 我想特別帶出 和今時今日的基本法有很大不同的 第一個是23條 當時的23條 只有四宗罪的 並沒有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和兩個 和外國政治機構有關的兩條罪行 加上三條 這個是1989年 過了六四之後 去到1990年 中央人民政府加下去的 特別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這條罪行 本身並不是一條普通法的罪行 但是因為中共經歷了六四 建政香港做了這麼多事 所以他要強硬堵塞下去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第二樣就跟你更加有關係 就是跟你普選有關 在第二稿的時候 89年那個版本裡面 他提過第三任行政長官 從2007年到2012年的行政長官 他有责任是需要处理普选的事宜 而是怎样做呢 是交给全香港合资格的选民经过投票去作这个决定 而如果决定到之后 将会在第四届去实行 大家想象一下 若然不是六四的话 其实这个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今天2017年甚至去到2012年的那家行政长官 已经是可能透过普选产生 而因为六四因为这些政治事件而令基本法有所改变 这两个极大的例子 我想带出给大家听是什么呢 我们今时今日活在的这个香港 本身和六四是息息相关的 之前那个是和大家的记忆 也是和我们民主运动的萌芽 我们的形式是直接有关系 第二样就是和我们今天今时今日 我们还在争取的真普选也有直接关系 我这两点想带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政治取向 我也都觉得任何年轻人尤其是 你愿不愿意去悼念六四 也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至于你的政治取向 你对香港将来的幻想 无论是一国两制 自决还是独立 也都我会完全尊重 但有一点我想特别提出的就是 当我们自身想希望和中国割裂的时候 尤其是我说的是港独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港独是一个出路 而我现在想带出的argument是 如果经历了六四 去到普选 中共都要加多毒关卡 也都经历了九七之后 到现在大家见证了这么多的政治行为 令到我们普选本身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 而这个本身是香港人和中共应该要打交道的事 难道港独就不需要和他打交道了吗 难道我们争取自决就不需要和他打交道了吗 而当你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 当他的政治经济实力 是比我们强大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有些什么是hedge到他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六四其中一件事 就是在道德上我们比他高 在道德上香港人的凝聚力 是能够集合起来而比他高 这个是不是变成实际的筹码 当然去到今天未必你会认同 但是长远而言是否完全一民不值呢 我不同意 这个其实我是想扣回刚才罗冠聪所说的 就是当外国讲到中共的时候 六四其中就是一种共通的语言 在政治被打压的过程 在经济被人剝削的时候 六四就是其中一件事 我们是能够站得比较直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从纯公利的角度去讨论六四的话 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可以带出到一个新的思考 当然很个人的很情感的 你每年要去六四烛光晚会 去点这个烛光 去告诉人家 全中国还有香港这个良心在那儿 去告诉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听 还有香港几百万人 起码在维园那里十万八万人 在那里支持他们 这个是我介意的事 但是如果你不认同这种情感 我希望刚才这种比较逻辑的 比较理性点的角度 是能够 不要说打动你 但是希望你能够听得入耳 其实那边有朋友都已经说过 是不是要去硬食 是不是去到就要接受他的四大纲领 我觉得不是必然的 亦都有部分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都有去 他未必认同了四大纲领 但是 大家都会认 如果你首先认同的大前提 就是悼念本身是值得的 而第二个就是悼念是否希望被人见到 被见到不是说完成自己的心愿去打卡 而是你认为越多的烛光 越能够显现到道德的力量和价值 如果你认同这个大前提 那你可以去考虑继续去维园 但是是否代表你要硬食了整个支联会的所有东西 我觉得这个未必的 亦都大家会看到每一年都会有出席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会有说过他未必认同了 所以我觉得两者是不是有必然的对等关系 我觉得我不是这么看的 至于这位先生刚才说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政治人物究竟尝试做些什么 去令到大家对六四关心多些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中的一些观察又或者分享 也都在尝试这样讲 其实六四是很香港的 这个轮調或者用的不同的坐镇 也都是希望从大家拉近这个关系 去让大家看到香港人的历史里面 本身六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来的 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说的一样 就是中大学生会声明里面有提到 认为要关心多些香港本身的历史 例如香港保卫战六七或者九七回归 我想说的就是 当历史的话语权不是执掌在自己手上 而是拱手相让给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好似今年六七暴动五十周年 你会见到工联会出来 尝试漂白整件事 而如果大家不希望 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 对方是执掌着这个历史的话语权 尝试漂白六四事件 那为什么我们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也都对历史的这个坚持是这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我想用这个方法 去尝试再说服大家 或者去证明 为什么我会觉得六四对香港是这么重要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